再来看到从金曲偶像到韩式美食 最近韩国旅游已经非常受到美国华人的欢迎 因此韩国观光局不只是在洛杉矶热闹举办韩国节 还特别邀请了获得米其林二薪认证的大厨 带来道地的韩式美食推广韩国美食之旅 一身烤酒的传统韩国服饰打扮 优雅地弹起传统乐器 洛杉矶韩国节不只展示韩国文化 更有获得米其林二薪认证的大厨 亲自喷制韩式美食 这道菜是在美其林二薪认证的大厨 这道菜是非常真实的 很真实的韩国传统的食材 你从洛杉矶热闹在洛杉矶热闹 你只能享受韩国的食材 味道真的是一纸酱 有一纸酱的味道 再加上鲍鱼 它已经切着粒了一丁丁的 它这样子的口感是非常的好 鲍鱼一点都不硬 有点口感 然后那个鱼籽酱非常的鲜 跟这个鲍鱼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是绝配 你真的要试 我觉得试了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无论是精致的鲍鱼配乌鱼籽料理 还是韩式白萝卜配松子汤 米其林大族的创意料理 不只让人惊艳 更吸引民众想来一趟韩国美食之旅 试上韩国我觉得 你真的十天深度有 你看不完 有很多好吃的海鲜 有传统的韩国菜 而且是黄式的 而且我们行程 还有排了一个是 韩国 它叫Korean House 就是韩国屋 传统的屋 你也可以住得到 从繁华的都市 吃不完的美食 到与偶像接触 甚至还有买不完的潮流服饰 方便在美华人旅游韩国 也欢迎更多喜爱韩国文化的华人 三五成群随时出发 体验精致的韩国文化 动作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